换个焦点 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 已经开跑很长一段时日 但至今还有1.8%的公务员 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政府将给予这些公务员机会解释 如果收到的答复不合理 可能会面对几率处分 包括限制他们加薪和升职 公共服务局早前发出通令 强制全国160万名公务员 从11月1号开始施打新冠疫苗后 至今还有1.8%的人拒绝接种 亚币股会议员陈鸿坚 今天在股会下议院追问政府 有关课题的后续对付行动时 掌管特别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都阿多拉迪表示 强制疫苗接种计划迈入第10天 目前还没有对公务员 采取任何纪律处分 不过政府会根据公共服务局条规 向相关的公务员发出解释信 并限时21天 说明不愿意或无法接种疫苗的原因 如果答案不令人满意 部门内部才会成立 纪律委员会展开进步调查和问责 有很多行动 我们可以保护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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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事可以我们可以 用来做个手指 什么程序的 这些条件都必须行 另一方面 隶属卫生部的医药研究院 还在研发现实核糖核酸 以及灭活新冠疫苗 目前这两款国产疫苗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研究团队需要更多的时间测试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部长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霹雷红图坎国会议员 拿读哈达难力的提问时这么回应 他说科医部也以筹募资金的方式聚焦疫苗研发 检测技术和产品研究工作 以帮助遏制和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 马金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